上次赵牧师已经为大家解释了当代文化对传统家庭的挑战 其实家庭所面临的挑战并不是一个现代的问题 而且并非所有家庭挑战都是外来的 家庭成员之间都可以发生内战 事实上人际关系的冲突可以在任何环境里面产生 无论是家庭、在工场、在教会、在国家甚至是国际的层面 昨天伊朗向以色列发动攻击 将中东的战争升级 这个差不多是一个预期发生的事情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 人与生俱来的罪声是所有关系撕裂的最终原因 人心里面骄傲、自大、神都未放在眼内 对人就更加不会尊重 维系和修复关系最终只有一个答案 就是谦卑和互相尊重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给出的答案 上个星期我有机会和一班神学生晚餐聚会 之后的讨论再一次提醒了我 谦卑和互相尊重在人际关系当中的重要性 美加华人浸讯会联会 这个Chinese Baptist Fellowship USA Canada 过去一个星期就在Houston和Dallas 他们的Exco 即是执行委员会 有会议邀请了我们参加 借这个机会 他们就和这个西南浸讯会的神学院 即是Southwestern的中国学生 有一个晚饭聚会 Southwestern是赵世超穆斯的母校 饭后有个讨论的时间 让那些神学生可以自由个提问 看得出那班同学非常虚心请教 希望把握这个机会向这些 侍奉经验丰富的前辈牧师学习 他们的问题都是围绕着在毕业之后 怎样能够在北美找到服侍的华人教会 想想应该要特别读什么课程 来更加好预备自己 又想想拼牧委员会通常是怎样去选择人的呢 想我们讲一下 我告诉同学听 一个我经常跟拼牧委员会分享的拼牧小妙 拼牧委员会选择传道人通常有一个先决条件 就是这个传道人是否能够和人合作的 教会有时候找新的传道人很多时候呢 原因就是之前有一个和其他人关系搞得不是那么好的传道人离开了嘛 但怎样能够知道这个求职的人和其他人能够合作呢 如果他已经是有一些木会经验的传道 那我们要看一些推荐信 但如果好像是神学院应届的毕业生 没有任何全职侍奉经验的人呢 我们怎样透过听过一篇道和面试就能够知道呢 小妙就在这里 如果一个人对圣经作者都未能够谦虚学习 就是一个警告信号 表明他不能够谦虚向他面前的人学习 不尊重圣经的作者、讲道的人 往往不自觉地暗示 其实圣经作者是不知所谓的 不合时宜的 不切实际的 有些讲道人不明白那篇圣经作者的意思 就抱怨作者是言辞隐悔不知所谓 可能会这么说 我其实也不是很清楚作者的意思 所以你不明白也不出奇 不过不要紧 对于作者针对的问题 我个人的领受是这样 有些讲道人不喜欢作者 清楚明白的东西 他就觉得作者不合时宜 白搭王牌就是这句 文化是相对的 可能会这么说 作者那些东西 他那个时代就合用 但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 我们不能够固执地 把这些二千年前的教义强加在今天的人身上 如果连这个文化差异的方法都说不通呢 那有些讲道人就索性批评圣经作者 不切实际了 可能会这么说 我们当然明白作者的意思 也同意的 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 作者的要求太理想了 实际执行是不可能的 实际上什么做得到 让我告诉你 当那个讲道的人 暗示圣经作者 不知所谓不合时宜 不切实际的时候 方式虽然不同 结果都是一样 表达的就是 讲道人自己的意思 比圣经作者更加重要 如果一个讲道人对圣经作者 都未懂得尊重 你想一下 他对其他教会的长者 教会的领袖 尤其是是年长的领袖 会有多少尊重呢 但我觉得单凭一篇讲道 你都不能够概观定论 不妨在面试当中又试下他 任何人都有一两个 练习了无数次的故事 可以说到听众是声泪俱下的 但你要真是试下一个求职的人 你就会相反 告诉他一个关于你的故事 一个你经历过的争扎 让他想想他会怎样处理 如果他回应你的故事的时候 跟他回应圣经的作者一样 扎着一两个细节就借题发挥 一个屈美尸就说他自己的威衰事的时候 而不是尝试去了解 和分析你的经验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他可能真的不懂得向人学习的 如果拼木委员的故事 他都没有什么兴趣 以后有教会会友 跟他分享 他有哪有兴趣听呢 怕他来到教会,很多教会领袖,他都会觉得不知所谓,不合时宜,不切实际 所以我告诉那些学生,在毕业之前,你必须掌握一个技能,就是懂得向人学习 因为就算三人行,都已经必有我思了,如何向人学习? 需要耐心去倾听那个人说的话,无论是面对面,还是通过读他的文章 快快地听,慢慢地说,圣经说所罗门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你如何向所罗门学习呢?很简单,打开他的话语,针言 从第一章一滴到最尾,慢慢咀嚼一下他 刘遗憾的是,现代的填鸭式教育制度,经常出品一些学生 连这个最基本向人学习的能力都没有培养到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神学生,没有什么兴趣向圣经里面的作者学做人的 他只是有兴趣来用圣经解决他的问题 换句话说,他们就希望好像用Google或者ChatGBT的方法来用圣经的 但这种学习方法又不是走得通,尤其是好像针言这些书 你要正确地去阅读针言,你就需要好像向人学习去看这本书 你如何向人学习的呢? 你其实是问三个问题的,是不是? 首先,这个人在这个问题上说了什么? 你哪里找到他的言论,哪里找到他的主作呢? 他这些说话在什么情况之下说的呢? 第二,这个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他有没有任何的假设,他有没有什么偏好呢? 他的价值观怎样影响到他的决定呢? 他的生活环境怎样塑造了,培养了他的核心价值观呢? 第三,我怎样在我的处境当中发挥这个人的智慧呢? 我的人生境遇和作者有什么异同呢? 他的价值观是否合乎圣经的呢? 如果不是百分百的,我怎样可以好像说三人行必有恶斯的下距 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呢? 怎样用他的智慧来改变我的环境改善当中的问题? 这个就是你向人学习的方法了 大家很实用的,如果你读文章的时候和人聊天的时候 经常想着这三个问题我向你保值 你会从别人身上学多很多东西 而且人会觉得跟你沟通的时候更加愉快 因为人觉得你对他的想法是有兴趣的 回到今天我们的讲题 我们在家庭关系这个课题上 究竟向天下第一聪明人这个所罗门王学到什么呢? 如果你仔细地去咀嚼针言 我相信你会同意我这三个基本的结论 首先,针言是一半是唯有宗教信仰的人 而编辑人际关系的感浪 他的取材主要是所罗门对那些儿子的教训 中国人有些像颜氏家训的字典 通常说这个诚语在哪里出 很多都是颜氏家训出 或者朱葛亮的戒指书 所罗门这帮王子 都是有一个特别的人际关系挑战的 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老婆很多都是外国公主 是一个不一样的文化和背景 宗教信仰里面长大 所以婚姻关系出现了磨擦 又是同一句 差不多是可以预期发生的事情 但是因为这些是政治婚姻 他们的家庭幸福和国家安危就连成一线了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 刚好点出几个帮助维持关系的核心价值 倩卑、喜乐、敬爱、正直和协财 谦卑是最基本的 能够帮助其他四个的核心价值 第三,要将所罗门的家训 翻译到我们的处境当中 有一个神学概念是特别有用的 旧约里面关于以色列国家的道理 往往可以翻译成为新约中关于教会的道理 正如所罗门那帮王子的家庭合福 如果和以色列国家的安全是息息相关呢 今天信徒家庭的关系是否健全呢 和教会整体的健康是不能分开的 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王国维博士 写了一本号书叫做《家庭神学》 书里面最后两章有一对标题 家庭这一个小教会 教会这一个大家庭 这个关系就是连接旧约关于自然家庭的教导 和新约关于属灵家庭教导的一个重要桥梁 所罗门的针延就是使用这条桥梁一个好的地方 你想领略所罗门王在针延的智慧 有一件事是必须要明白的 就是针延不是人制关系的 针延没有一个十二步计划 你跟着做就解决人制关系的问题 针延记载的是所罗门王 看为重要做人的核心价值 主要是个人和社会最需要的美德 为什么学习一个人的核心价值有用呢? 读过逻辑的人 第一堂就告诉你 推理和逻辑的法则是普遍的 但是价值观和世界观是因人而异的 当你了解一个人的价值观 你了解一个人的世界观的时候 你通常可以猜到 这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 会作出什么选择 谦卑是所罗门王认为最核心的价值 正如我们今天的经文最后一节 十五章二十五节里面读到 耶和华必拆毁骄傲人的家 却要立定寡富的地界 在那个时代 没有什么惨得过你受寡 几乎你不需要教寡妇去学谦卑的 如果你老公死了 你不单是穷 你的人生安全也岌岌可危 有贼上门 没有人保护你的 练老的寡妇就更加是 生活更加艰难 其实今天也是 如果你七六八十自己一个人住 不要说什么 你跌低 你跌倒你身怎么办呢 对吧 但是寡妇的艰难 不仅是经济和安全 单亲家庭有一个大的残缺 就是儿女的生命当中 成长当中没有一个父亲的角色 在美国有一个研究表明 在没有爸爸的家里 当中长大的儿童 长大的时候有最大的风险 会陷入贫困 或者选择一些自我摧残的生活形态 男的就容易被人踢入会 因为那些社团的大佬 就刚刚给了父亲的角色 女的就会找回一个唐爹 这个Suga Daddy 因此所罗门黄话 他说骄傲的家 结果会比寡妇的家更加凄凉 至少表面上来说 是一个令人诧异的宣言 你敢骄傲的 那些人可能都有钱有面 但是所罗门认为 就算是一个好的环境 如果你变成骄傲 明知道他上一句说 有生命之道 而是背道而辞 你最终都会怎么说 家破人亡 最败家的 往往不是寡妇的子女 而是那些名门望族的后人 就好像中国古语有云 富不过三代 何解呢 一个人相信世上 有一个公义的慈爱的神 就更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因为就算是一个穷寡妇 慈悲的神都必然会照顾 寡妇的子女 甚至可能会加倍努力做人 来克服他们不利的环境 变得更加坚强 反而那些骄傲 不认识神的富家子弟 什么都得来全不费功夫 那就变成懒惰 甚至辉霍成性 导致家道中乐 所以出生在一个卑微的环境 对一个人可能是有好处的 就是至少不会有一个错觉 认为自己什么都懂 更加容易去虚心向人学习 正如我前面所说 因此就更加可能和其他人合作愉快 但是出生是一个卑微的环境 最大的好处 就是比较容易去知足去上落 会有什么事情就远天由人 所罗门说 心中喜乐面有喜悉 心里忧愁 灵就忧伤 聪明人的心追求知识 愚昧人的口吞吃愚昧 困苦人的日子都是仇苦 心中欢唱的常享言直 喜乐呢 其实不是外来的 喜乐是一个内在的态度 因为你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公义慈爱的神 你有把握神会照顾你 这个就是保罗为什么说 我们可以靠主上上去喜乐 其实人生在世总有高有低 但是你心里面有一个喜乐 就会懂得为天父给你的每一份礼物都献上感谢了 如果你本来没什么的 一无所有的 即使得到少少东西 你都心满意足了 但是如果你惯了 什么都是由小至大随心所欲的 一旦损失了什么 就叫救命了 小题大做了 刚刚这个礼拜我跟大家说 去了CB入 是为了提交一份 将我们这个会点市公领袖学院 转到去随属于CBF的提案 其实我没有什么期望 只是希望CBF那些 能够作为一个监督的机构 提名一些随机 来监督这个组织 这个随属的组织 那么我们这个新的学院 就能够得到更广泛的认可 让更多的人受惠 但是那些执委呢 非常认同我的提案 他们希望将这个学院 纳入CBF的直接事工范畴 所以就决定立刻 要给一个预算 让我可以立刻开始工作 得到他们的信任 我没有什么预期的 就是这样 有些受宠若惊 超乎我所想所求 其实呢 坦白说呢 我对学院的期望 就比较保守一些 主要是考虑到 收生你会这么容易 叫人读书 但是那些执委呢 就对我回应是 有确实的需要 因为正如十四节所说 聪明的人 聪明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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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知识 对不对 幸好的是我们还的浸讯会当中 有钱的人就未必这么多 聪明人仍然不少 懂得去学习的 去谦虚学习的 所以应该是有的 如果你心里面有喜乐 其实你生活 每天都可以 好像开派对一样的 不需要一定要花很多钱 去一些很高级的餐厅 都能够经常和朋友 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去聚餐 你想想 如果你无时无刻的 都担心不够钱 不够时间 人家拿你一分钟 一分钱就很要你的命 那你的社交生活 当然可免质免 但如果你相信一切都有神供应 你就能够享受这些言直 将你心里面的喜乐 对换为敬爱你亲朋的机会 到此经文继续说 财宝稀少 敬畏耶和华 强如财宝众多 凡乱不安 有爱 吃素菜 强如伤痕 吃备狗 暴露的人 挑起争端 隐露的人 紫色纷争 这里有两个字是值得圈点的 一个是敬字 一个是爱 加上就是敬爱 敬爱 其实是避免和化解冲突的重要元素 如果和人交往 如果和人交往是出于敬爱的时候 见面就是千金一刻的人生乐事 但如果你和人交往是为了交易 整天想着他能够帮你做些什么 他能够给你什么好处 你才能够跟他合作 那你这一切的社交应酬 都是苦差 那俩创业 而又会 compete 看待一遍 那俩创业 若童子 在学校计品管 去科乃 他陪了女儿这么多星期 所以一直陪她一个星期 而 Irene还不在 で 说一下他的好说话 他还在 而不是意味的 Irene 是很受他的中学 后学的高学 敬佩 每个人都叫他女超人 不是因為他讀書年年考第一,也不是因為他好做不做,學人做師母,拿夫來身 而是因為他能夠忍受到跟老爺、奶奶一起住在同一間屋 如果你有一個上年紀的父母住在一起,尤其是另外一邊的外父外母 你就知道有時候是多麼困難,所以那些中學的舊同學都很佩服他,因為他們覺得沒有人可以做得到 順帶一提,各位男士,你回到家,覺得你這個外國公主老婆很難頂的時候,記住 外國公主是不容易做的,不是這個世界,為何這麼多婆式糾紛呢? 關鍵是什麼呢?關鍵就是敬愛,能夠敬愛就能夠遷就 上年紀既有三高,又有假牙,當然不能吃肥牛,肥牛扒 但你有敬愛就怎麼樣?大家一起吃素菜一起吃沙律都可以很開心 能夠敬愛就能夠容忍了 上年紀的人通常來說,眼又蒙,耳又濃,即使聽到的時候,你可能要跟他重覆三次,他才會記得的 聽手機是開到最大聲的,兩個人聊天都好像吵架,像獅子在互敲 那樣的確為你的生活產生很多的騷擾,尤其是現在work from home,怎麼忍呢? 在開會的時候,啪啪啪啪,有一個巧妙 敬愛呢?其實又不是只要容忍的,亦都會嘗試去改善的 幫助去克服一些殘疾的 一個人眼蒙就比較容易自己知道的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如果你的耳聾又不是很容易知道的 有一次我在家裡在廚房吃飯,媽媽的手機留在她睡房 沒有關掉了,音量放到最大,播放在一個talk show,即是柔柔定兵鬼,很吵的 那些talk show 最怕的 因為廚房離開的一樓的睡房其實是20呎左右的 但是我問問爸爸媽媽,他們聽不聽到那個手機聲? 他們聽不到的 怎麼辦呢? 鼓勵他們去見醫生,買一個坐定器 不單止對他們好,對他們一起住的人都非常好 敬愛一個人有時候有幫助他們,補救他們的缺陷 永恩老師給了一本書,我看得很好的 又是他忠臣教授 叫做擁抱殘疾的教會 擁抱一個人的殘疾,不代表把殘疾正常化 有些人需要坐定器,如果你說你也不一定需要的,你就會對他傷害他 另外一個年老經常有常見的缺陷就是健忘 如果你不相信,可以上youtube隨便打 找一個拜登總統的視頻,你就不相信你也不行 但怎樣糾正呢? 有心理準備,同一件事要提醒他三次 其實年輕人都很容易見忘,譬如我經常忘記戴教會的名牌 上次是韋哥,終於忍不住了 他聚會結束的時候,索性就拿了名牌,收了上二樓 下次就不用忘記了,所以我現在就戴在這裏 年輕人都會見忘,所以這就是提醒我們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都要互相去提醒,這個不是正常的 你要修改一下 對人的敬愛和對神的敬愛,分別最大的地方就是這裏 神是不會聽不到的 神也不會忘記的 所以你跟神討告的時候 就不用這麼囉嗦,重複三次 相反對神的敬愛就包括尊重神的主權 神有最好的時間,最好的安排 甚至有時候神會叫你去面對一些考驗 當神叫你去面對一些考驗的時候,你就必須要謙卑信服 有時候神甚至要叫你去面對一些惡人 就是要看看你能不能夠站得硬,能不能夠堅持正直 懶惰人的道路,將荊棘的尼巴 正直人的路是平坦大道 智慧之指使父親喜樂,愚昧的人藐視無親 無知的人以愚昧為樂,聰明的人按正直而行 正如耳聾就需要助聽器 如果人走歪了,走到邪惡的道路的時候 你不能夠坐視不理的 你要將他錯誤的行為指出來 告訴他這個不正常 所以作為父母 你是有一個責任 教導你的子女 看他們有智慧有聰明 走在一條對的路上 自慧之指使父親喜樂,但我認為有個聰明女就更加 happy 有人可能說我的子女都已經大了 不論到我再指指點點 但我發現 我的女兒越大 我就越覺得 我可以教導她 而且有需要教導她 讀中學的時候 可能真的腦筍未生 心智未成熟 聽我說的話的時候,她都是一枝半解 我發現最久一兩年 她差不多讀完大學 終於我可以跟她教一下人生動力 她真的聽得懂 譬如以前我跟她說 你不要先生說什麼,你就信什麼 她就是半信半疑 現在終於明白 至少可以參加多些教授的意見 所以我提醒做父親的 你們作為一家之主 有責任將你的智慧 你的聰明 傳授給你的兒女 大的也是 你希望兒女學業有成 你就需要以身作則 有一個終生學習的精神 你懂得向別人學習 你的子女就有能力向別人學習 你懂得參加多些人的意見 你的子女看事情 就比較傳避,比較客觀 所以所羅門為什麼這麼有智慧 這麼聰明 就是懂得習思廣益 他說 不先相以 所謀無效 謀事眾多 所謀得成 口善應對自覺起落 話合其事 何等美好 生命之道 使智慧人上升 使他遠離底下的陰間 其實 習思廣益是常識 你越能夠向別人學習 你做事情就越容易成功 所以在浸訊會的傳統裏面 我們真的很強調這個協策的觀念 在我們San Angel 我們就有一個counsel 做協策 拜託 可不可以麻煩那些counsel的成員 大家站起來 讓大家認識 可不可以 你是San Angel的counsel 麻煩你起一起 是 多謝 你們就是我們取得成功的原因 任何個團體 有不同的意見 當然 但是有好的 溝通渠道 開心建成的 尋求共識 就是解決衝突的方法 所以我們有教會 全會員大會 五月份 大家聽到了 就有一次 就算你未有會友 還在考慮 是不是要參加這個會點 都希望你 如果有機會參加 了解一下 這是什麼回事 我們需要 去學會 聽取 彼此的意見 不要害怕提問 不要害怕去分享 個人的意見 其實協策 不是在教會當中 才是重要 而在家庭當中 都很重要 我長大的時候 我家一家四口 我和我妹妹 父母 經常我們有家庭會議 我父母希望我和我妹妹 從小就明白 雖然他們教導我的東西 是基於聖經 但是他們兩個人 一言一行 未必100%合乎聖經 所以他們都不怕 讓我和我妹妹Joyce 發出提問 有錯的 他們不會怕去承認 如果你家裡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讓兒女可以發聲的時候 就可以預防很多的衝突 如果你怕被批評 影響你的父母威嚴 我告訴你 你不單止得罪了 子女都不知道 他們長大了之後 可能都會一樣 沒有一個心胸 去接受其他人的意見 人際關係的學習 家庭 教會都是一樣 就好像王國衛 在這個家庭神學裡面說 家庭 是個小教會 教會 是個大家庭 家庭和教會 不單止概念上 和教會相似 實際上 家庭和教會 是需要站在 同一個陣線上 耶穌在馬太福音第18章教導我們 如果真的有衝突的時候 怎樣解決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你要去 趁著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時候 指出他的錯來 他若聽你 你就贏得了你的弟兄 他若不聽 你就另外帶一個或兩個人去 因為任何指控都要憑兩個或三個正人的口術 才能成立 他若是不聽他們 就去告訴教會 若是不聽教會 就把他看作 外邦日和遂理 你留心第15節的你的弟兄 其實是泛指教會的其他成員 其他弟兄姊妹 但如果你的家庭是屬於教會的時候 這個弟兄可能是你的家庭的成員 可能真的是你的親生兄弟 可能是你的丈夫 可能是你的兒子 姊妹也可能 可能是你的表姨媽也不頂 換句話說 家庭糾紛 有時候是需要教會干預的 因為教會是一個大家庭 如果有人對不起你 即使是親人 你都不可以遮掩 你有義務指出他的錯 如果那個人不認 你就有義務 就是把這個衝突 升級的 向兩到三個親近的人提出 可能是你信主的親友 可能是你的小組 的組員 組長 如果 都不是 都是不肯聽的 那麼 你就真的需要把這個衝突 帶到全教會 所以 家庭糾紛 教會的確是有一個化解的責任 很多時候容易做的是什麼 就是不將衝突升級 容易做的是 家醜不出外傳 寧願靜靜地 各行各路 但是 視而不倒的駝鳥政策 不是聖經教導 處理糾紛的方法 你縱容他傷害你 結果他會傷害更多其他人 有一次 教會裡面有一對夫婦 在家裡經常吵架 他們去建議這些所謂的基督徒輔導 建議他們可以選擇離婚 說什麼 分開反而可以繼續做朋友 然後 他會繼續 準備 其實已經找律師 但是 怎樣分家產 就變成了很大的問題 搞到他那個小組 就男的一邊 兩個一邊 那些組員就來找我 聲信意見 我了解情況之後 就告訴他 聖經 沒有離婚的規矩 神所配合的 人不能分開 包括當事人 如果你叫我 我會跟他們說 如果你們選擇離婚 我就只可以向你們 執行 教會紀律 意思是 不要以為你們倆還可以這樣來回教會 我會向會友大會 提出 格扯你們的會席 說那些頂姐妹當然有點猜疑 Pasar Gideon可以這麼兇死 但結果呢 他們今天仍然是夫妻 而且在教會裏面有很好的服製 其實在浸信會的傳統當中 我講的話 每一個人都可以說 就算是 教目同工 你都可以對他講 當家庭成員因為太驕傲 為了面子 而不願意去解決他們的分歧 有時候就是需要教會的大家庭 的成員去施壓 因為教會是一個大家庭 這是雙向的 當你說教會是一個大家庭的時候意味著 神在一個自然家庭裏面的設計 都應該反映在這個屬靈的大家庭當中 丈夫和父親作為一家之主的觀念 是神對自然家庭的一個設計 教會都是一樣 教會由基督帶領 好像丈夫帶領妻子一樣 神的家是由天父帶領 就好像父親養育兒女一樣 所以浸信會的傳統裏面 教會有一些崗位 我們是保留給弟兄所負責的 協策的時候當然我們弟兄姊妹都有份 但要反映這個男女互補的角色 牧養教會的工作有一些部分 譬如執行教會紀律 是拿著藤條的 或者拿著掃把要趕走的 柴狼的東西 教會是應該只是 委託給弟兄 尤其是身為人父的弟兄 我們不委託姊妹 就算我們有年長也有智慧 因為這是男人的工作 這是我們 需要尊重男女有別的設計 大家都聽到教會即將 有一個由曾思汗教授主講 關於女性目跡的講座 所以鼓勵一下所有各人 關心教會方向的弟兄姊妹 都在這個問題上上多一上 不過正如我教我女兒 大家要有獨立的思想能力 要聽各方面的意見 所以順便又再幫ElsaE賣個廣告 她也有個提摩泰前書的延經班 大家自己看自己研究自己去明白 究竟應該是怎樣去做 我簡單結束 今天跟大家討論的 是怎樣可以在家庭裏面 化解衝突 關鍵 就是謙卑和互相尊重 我們每一個人都需要向人學習 對神的話語有謙卑才會有條件 互相尊重 如果你對聖經的作者 都未學會尊重 你對其他人的意見 就一定不會懂得尊重 要向一個學習 就需要慢慢 去思想他的說話 明白那個人的價值觀 他的世界觀 所羅門王強調幾個重要的核心價值 教育一個人 和個人社會的美德 對改善和維繫家庭關係是很重要的 謙卑 喜樂 敬愛 正直 和協策 謙卑是最基本的 最能夠助長其他四個價值 但在新約的教會當中 同樣重要的是明白家庭是一個小教會 教會是一個大家庭 家庭和教會必須站在同一陣線 家庭和教會的防衛戰 才能夠得勝 讓我們祷告 師傅天父感謝你 給我們在頂姊妹 亦都有新來賓 有機會來到這個 教會的聚會當中 我們都是關心我們的家庭 我們都要想我們的家庭 是有和睦 有成長 我們都是 有時候面對一些衝突 有時候面對一些困難的時候 我們心裏變得難過 都不知道怎樣做 但我們相信 神你的話語是夠我們用的 當我們真是 專心的去仰望你的恩典 你給我們的話語的時候 我們真是相信 神你讓我們要在家庭的關係裏面有成功 你要叫我們在裏面 正如你和這個門徒討告 要他們合一 使得這個世界的人知道 他們是你的門徒 所以求神你幫助我們 在這個時刻 無論在家庭的層面 或者在教會的層面 我們都可以透過合一的見證 來榮耀神你 使得有人都知道 你是天地的主宰 那麼討告 奉主耶穌基督聖靈以求 阿門 貧民主席的 谢谢大家